那到第二套吧 第二套會更加酷一點的少年童 我不明白為什麼會改這個名字 其實我想說這套根本就是 因為全部都是少年青色 所以就叫唐曼 這套其實可以比喻的 Uli Uli的男性版 男性版 性轉換版 但不是啊 那套什麼 神經病 神經病 那套不是全部都是英俊 那為什麼不叫少年童 哪套 有毛女 這套跟其他學員 最近的白癡片 連青紅文都可以吧 什麼叫以羅星 沒有人叫以羅星 你叫以羅星 那他背景就是一家學校 主角就是五位專員工 都是男性 不是四個嗎 開頭四個才來 一對雙包胎 有希和猶太 一個是矮良 一個是矮良 一個是鬼出鏡 一個是鬼出鏡 阿耀 我收一套 阿耀 我收一套 家學校是什麼 可以給他下場頭髮 所以他後來轉頭髮 你不要套中 其實他們四個本身是 幼稚園 認識的 青梅竹馬 青梅竹馬 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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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全市方 你基本上看他打籃球在那邊打 但認真就贏了 還要看什麼運動都行 應該說他如果肯認真做一件事 就一定會成功 但感覺上有他很聽阿耀話的眼鏡 他不是聽阿耀話 他聽到漫畫話 他不是聽阿耀話 他經常在跟阿耀話 他是一個心髮液 有一個心髮 有很多心髮 至於阿哥 猶太 猶太好像不是說了很多 暫時沒有怎麼說 只不過性格也是比較 他比他弟弟好 他比較熟 至少他會在跟人接觸 你的小朋友不會理你 他會認識你人感受 這樣做阿哥 通常都會好一點 有時候說 兩個人都吊著眼 不知道他怎麼說 兩個人吊著眼 吊著眼 吊著眼 不過動畫聰明 就是他看我們不同顏色 髮型有點不同 如果不是就很難認 髮型也有不同 你不明白 褲子是認性優的 沒錯 阿哥阿哥是內番狼 他拿獨個獸 阿獨個獸 他拿獨個獸 我記錯了 第二個是木村良平 另外說他另一個 阿春 阿春 重江春 短半年 短命的 什麼短命的 他在訓了中間 他在訓了中間 我真的在訓了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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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突然在訓了中間 對 我覺得最可憐是阿妖 他在訓了四個 不知道流傳了什麼 他在訓中間 他會訓了 短命的 我們四個一起訓中間 即是怎樣分配都不是 本來有四個說 因為沒有中間 然後就在訓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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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挺有趣的 他這套 電招時也挺有趣的 他第一集就好像 就直接就已經講了一個故事了 你覺得他介紹得中不中 猶太就好像不是怎麼說 猶太就其實 你說如果描寫他們的角色 暫時就 他四個都做 不過就是 唯獨是他一哥 暫時少少少 要你會看到 他是一個領導角色 要 不是 他表面上是一個領導角色 但是內裡一定是一個仇 都是交代到他以前有什麼關係 其實第一集帶出的思想 我覺得就不是太多 但是第二集就有一個重心 就用那個叫什麼 馬丹花 那個女仔 是不是那個女仔 對 我對她的花 我對她的花 去看住那個女仔 對 其實我覺得他這個第二集做得挺漂亮 紫鵝巴 還是屈甘香 屈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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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冬天 就是 阿春 阿春 怕會 下雪的時候 會凍死 所以他就不斷 撥雪 你回去就像胡蝶破湧一樣 你不理他就可以 你理他回去就更壞 但是只有他猶太就知道 知道他的想法 他立心沒有問題 他好事的 但問題是出發點沒有問題 但問題結果會被人壞 結果 你見到第二集 他救了那個女生 一年級那個 那這個不怪他 他那種性戒感 見到一個女生倒下 這樣救他 是很正常的 但誰知道那個女生 不喜歡人家救 人家傲嬌 見到那個女生倒下 不應該走 他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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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走 所以其實看回 第二集 講那個女生 救人會講 還有阿葉的性戒 很難的性戒感 你記得阿葉的套租藥 是怎樣的命族質 還有其他猶太 他怎樣為漫畫而努力 其他角色都強化了他們的角色 其實猶太已經第二集講 他已經很鮮明些了 那個性戒感 其實他都很 他表面很冷淡的人 但其實他 很溫柔 對 而且他都很了解阿春 其實 不是說阿葉和佑熙不了解 但只不過猶太的觀察力 可能會比較好過其他兩個 所以他會知道阿春會想些什麼 這樣 這樣 那會配錯怎麼會 一般 不是 第三集 有一個新角色 就是 轉下身 有一個以前的外國朋友 可以這樣說 因為玩的時候 在一起公園玩 而不斷大家手腳交流 拖手 手腳交流 沒錯 大家推一下SOP 玩一下 耀耀版 對 沒問題 難道你要說話 由初一開始 遊戲很抗拒 到慢慢接受 跟千學一起玩 我覺得其實 我這一集 都蠻喜歡看的 簡單交代到他 你過去的事 當然之後 因為有些事 搬家走了 一旦學回來 錯認了阿佑 以為是當年 跟他一起玩的人 但我覺得 反而他說 那個扭蛋 很好的 他表達 後來 他把扭蛋 送給阿哥 因為他雙胞胎 他都不認得 小弟 不知誰打誰 剛好小弟 那天生病 出不來 阿哥出來了 阿哥就是小弟 他不知道 然後他送了扭蛋給他 所以 為何一開始說 說扭蛋 這件事 為何小弟 好像完全忘記了這件事 這樣就有關係 後來阿哥就知道 阿哥又記得 原來我收過扭蛋 其實那個扭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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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送給他還是送給小弟 所以就 我覺得他這套 不是這麼簡單 這麼普通的一套 他這套 像是放浪色紙 那種 有些 他說很像 還有帶一些人生意義 不是 應該說是一個成長 我想是 即是說他們 譬如 五個 說他們五個少年 即是一個成長 譬如幼稚園 到現在讀高中 那個成長的過程 或者怎樣轉變 其實我覺得很治癒 對 很治癒 比較日常向 對 日常向 不會有什麼特別大事發生 每天在學校發生一些奇奇怪 小孩 對 但你又不會覺得很悶 你看上去 你會覺得很有趣 對 都幾有趣 看上去 而且我很喜歡去很多貓貓 因為我 鏡頭很無聊 不過挺有趣 我不覺得無聊 其實 他是有樣 隱喻 其實 但他的表演 很像 代表四個 主演主角 對 沒錯 他就這樣拍完 又不知道他有什麼意思 可能是用來間場 有些融蟻 享受 觀眾輕鬆一下 即是他來省錢 又不可以省錢 我想是有些隱喻 當然 看這套 大家要摸索一下 這四位男人裡面 有幾個完全不像男人 五個 五個多了 不是 五男一女 四男一女 舉止 有些不正常 不像男人 大家不要理會這些 之間的友情 愛情 都不要理會 大家看下去